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草原曾经是无数游牧族群活动的舞台, 而这些游牧族群不但曾对中原的历史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其中一些甚至还曾西迁到欧洲地区,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历史也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而在这些族群中,回湖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但可以说它又是一个稍显特殊的族群, 其他虽然也曾强盛一时并深度参与中原历史, 但却从未入主中原,而在后期尽管他也曾西迁, 但也没有走多远,其主要后裔活动区也始终位于中国境内,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回湖人的经历, 回湖和回湖指的是同一个族群,而在汉语里, 回湖则是更早出现的一名,而根据中原史书记载, 回湖人最早是由蒙古草原及其周边地区的九个部落组成的联盟, 其头领则全都来自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耀罗格部落, 因为回湖是九个部落的联盟, 所以他们后来曾被突厥人称为九姓乌古斯, 在这里乌古斯其实就是部落或者姓氏的意思, 而在公元六世纪突厥崛起之后, 回湖部被突厥征服称为其奴隶部落, 但在公元605年,回湖首领和其他一些铁勒部落一同背叛了突厥, 开始自立, 而在回湖自立后, 就长期向唐朝称臣, 并曾多次配合唐朝对周边政权发动过一系列军事行动, 比如在公元646年, 回湖人配合唐将李道宗一同攻灭了另一只很有实力的草原部族血缘驼, 而在公元742年, 回湖又联合葛罗路和巴西密两部, 将突厥人叛唐之后建立的后突厥韩国攻灭, 并将其末代可汗斩首, 还将首级送到了长安, 在此之后, 回湖还曾多次发兵驻唐朝平叛, 比如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 就曾有4000名左右的回湖骑兵, 参与了唐朝说服长安和洛阳的战役, 而回湖人在攻占洛阳之后, 在洛阳接触到了发源于波斯的摩尼教, 也就是明教, 回湖首领被摩尼教的教义折服, 很快将其教室请回自己的领地, 并立为国教, 而尽管唐玄宗曾经非常讨厌明教, 此前还曾禁止其在中原传教, 但因为唐朝和回湖长期紧密的关系, 所以在安史之乱后, 唐朝曾长期特许明教在中原传播, 直到回湖韩国灭亡后才告终, 此外, 回湖和唐朝还曾多次联姻, 注意, 这里说的联姻而不是和亲, 因为中原王朝历史上将公主外嫁和亲可以说并不是特别罕见, 但中原王朝的皇族迎娶外族公主, 则是非常罕见的历史事件, 而在公元756年, 唐朝宗室, 敦煌王李承彩就曾经纳了回湖英汉可汗之女, 毕家公主为妃, 所以当时回湖和唐朝关系之紧密也可见一斑了, 也许正是因为回湖和唐朝关系如此紧密, 回湖对于自己族民的汉语义名似乎也非常在意, 在公元788年, 回湖主动要求将自己族民的汉语义名改为回湖,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族人像胡英一般勇猛, 所以从此之后, 汉文史籍里就开始以回湖称呼这个族群了, 但回湖因为在安史之乱中给唐朝帮了大忙, 所以其谋语可汗, 后来多次对唐朝采取了极为傲慢的态度, 在与唐朝的护士中, 长期要求以不合理的高价用战马换取唐朝的私捐, 在公元779年, 他甚至还在一些中亚苏特人进城建议下准备发兵攻打唐朝, 安禄山即出自苏特人这个族群, 但他的这一政策遭到了自己的叔叔顿墨赫达干的激烈反对, 最终顿墨赫达干发动政变将谋语杀死自立为可汗, 后来又被唐朝加封为长寿天青可汗, 在此期间, 急速崛起的吐蕃已经占据了河西走廊, 将唐朝与安瀉和北亭两个都护府的联系切断, 而此时回护韩国就成为了两个都护府, 与唐朝相互沟通的唯一种转战, 回护也曾多次出兵帮助两个都护府抵抗吐蕃的攻势, 可以说为这两个都护府的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里也要说明因为安瀉与北亭必须通过回护才能与中原实现沟通, 所以在当时的现实里, 他们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沦为了回护的附庸, 所以西域的局势也渐渐演变成了吐蕃和回护的争霸, 公元789年承受天津可汗去世, 其子中贞可汗即位, 很快吐蕃就发重兵攻打北亭都护府, 回护大将加斯从漠北出兵援助, 但与吐蕃交战却遭遇大败, 而此时中贞可汗又被毒杀, 加斯帅不回师, 扶植中贞的幼子即位成为凤城可汗, 失去了外援的北亭随即陷落, 而安息都护府也在不久后被吐蕃占领, 几年之后凤城可汗也死了, 而且没有留下后嗣, 之后其大将古出路被拥立为新可汗即怀信可汗, 但怀信可汗已经不是出生于回护的王族耀罗葛部, 等于在此时, 回护韩国发生了一次改朝换代, 怀信可汗武将出身因此在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 他在位期间曾经多次击败吐蕃, 从吐蕃手中夺取了部分北亭故地, 并占领了五威等地, 之后十几年, 回护一度压倒吐蕃成为了西域的强权, 当时他们与中亚苏托尔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一度还实现了相当程度的经济繁荣, 但从公元823年开始, 吐蕃对回护攻势再起, 之后回护王室则发生了多次内讧, 公元832年和839年两任回护可汗都在政变中被杀, 特别是在公元839年的内乱中, 回护宰相绝罗引来两万沙托骑兵, 介入其中, 再加上其境内爆发了严重的饥荒, 回护国力受到重创, 第二年, 回护韩国内乱继续, 此时再起北方原来臣服于回护的贾嘎斯, 派出八万骑兵介入回护内战, 他们很快攻占了回护首都, 沃鲁多、巴里在今天蒙古国中部, 并将其移为平地, 之后加格斯骑兵横扫回护全境, 将其他回护城市也悉数摧毁, 经此大难之后, 回护的许多部落开始四散奔逃, 其间虽然还有几个贵族曾经使用过回护可汗的名号, 但很快都被不同对手击败, 回护韩国在公元848年宣告灭亡, 而加格斯虽然灭亡了回护韩国, 但因为其自身仍然是一个纯粹的游牧民族, 因此当时并没有把全盘继承回护韩国的领土, 所以他们在大肆截略之后, 又把回护故地的核心地区, 鄂尔魂河谷纷纷给了已经臣服于自己的部落回护部落, 只是在当地维持了间接统治, 在公元890年, 契丹人从加格斯人手中夺得了鄂尔魂河谷, 这部分回护人最终融入了契丹人之中, 有些记载显示, 建立了契丹王朝的耶律亚宝基的皇后树律平, 就是回护人的后代, 而西迁的回护人则主要分成了三只, 其中走得最远的一只, 一直走到了帕米尔高原, 他们在当地与早期与回护关系密切, 但此时已经转信伊斯兰教的格罗路人融合, 后来建立在了中亚历史上, 也具有重要地位的喀拉罕王朝, 喀拉罕王朝虽然是一个伊斯兰王朝, 但其君主却长期自称桃花石寒, 而桃花石是当时在中亚地区对中国中原地区的称谓, 后来还演变成了对汉人的称谓, 另一只回护人则在其首领, 蒲固郡的带领下迁到了吐鲁藩周边地区, 在这里他们击败了吐蕃人, 建立了高昌回护政权, 高昌回护建立之后, 其境内的回护人也放弃了明教信仰, 转而信仰佛教, 此后高昌回护曾一度国师大圣, 顶上时期其领土北达阿尔泰山, 南越罗布泊, 西南至喀什, 当时一位喀拉罕国的学者喀什格里, 曾将高昌回护称为不信伊斯兰教的国家中最强生的一个, 后来辽朝兴起之后, 高昌回护开始对辽朝称臣, 在辽朝被灭亡之后则继续对西辽称臣, 在公元1209年, 看到西辽国师日衰, 高昌回护国王投靠了成吉思汗, 后来提姆真将女儿嫁给他并认他为义子, 之后高昌回护仍然有起家族统领, 而在蒙古地五分裂之后, 高昌回护几乎所有领土都被伊斯兰化的查和台韩国占领, 留在当地的高昌回护人与迁入的查和台人渐渐融合, 成为了今天的维吾尔族, 而在高昌回护故地被查和台韩国占领之后, 不愿转信伊斯兰教的高昌回护王族, 率领部分布众迁居到了元朝境内的甘肃等地, 而他们迁居此地, 很可能跟当时这里有着另外一只回护后裔有关, 在回护韩国灭亡后, 另外一只西迁的回护人就是迁居到了河西走廊,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甘州回护政权, 后来在西夏决击之后, 甘州回护被其吞并, 元朝之后, 甘州回护和部分从高昌迁来的回护人融合, 最后逐渐形成了现代主要分布于甘肃的少数民族遇故族, 总体来说, 虽然回护韩国消失已经有一千多年, 其后裔也都经历过沧海桑田式的巨变, 但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 回护韩国的遗产也仍然可以在许多方面找到了。 感谢观看